2月25日,据告媒报道,刘兰雄女就爱与帝君所生的女儿,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自弹自唱,大秀前美歌声,而一直受到保护的儿子侧颜曝光,十足的小正太模样,引发老友热议。 刘兰雄一生共有三个女人为她生而育女,已故前妻保永琴,现任妻子甘比和旧爱与帝君都度于有子女,可以说大刘家门丁兴旺,共有三二四女,万年是不愁无子女孝顺自己了。 大刘和旧爱与帝君所生的一对儿子,在两个大任分手后,就跟随妈妈生活。 如今,大女儿刘秀莹已经17岁了,长成了亭亭玉丽的大姑娘。 女儿刘秀莹有一个由自己处理的基金会,她在网页上不识大方分享女儿秀莹的亮照。 日前,女儿立军分享了女儿刘秀莹自弹次唱歌曲《Let it snow cover》的短片,网友大赞她歌声甜美,可以用要两三个日来形容。 除了秀莹的歌声,她的长相也分满受关注,随着年龄的增长,她与爸爸刘鸾雄长得是越来越像,大饼脸如粘贴复制一般,眉一眼也十分神似,大刘的基因真是太强大了。 对于小儿子刘子峰,由于年龄小,李立军对她十分保护。 此前,她带着儿子出行时,发现有媒体记者跟拍,刘子峰在妈妈的受益下,赶忙用手挡住脸,随后李立军叫来保镖,撑伞保护,并演儿子的长相曝光。 不过此前,李立军公开派出她带着儿女们犹豫版的照片,罕见曝光了儿子刘子峰的侧面,十足的小正态模样。 李立军表示,一家三口都参与了当地的玻璃垂直工作,小小年纪的刘子峰,很专心听从指导员教授,用铁钱将制成品从模件分离,还有一张制成品的照片, 估计是处于秀仪和自封之手。 李立军和大刘在一起时,一直辅佐她左右,由于她在英国留学,对当地十分了解的原因,还帮助大刘开阔了英国市场,可以说大刘的成功,是离不开李立军的。 不过最终甘比成功上位,大刘和李立军分手,并给了她二十亿元的赡养费,足够李立军和一生儿女之后的生活衣食无忧了。 李立军素来有投资头脑,这笔赡养费在她手里翻了又翻,除了打理基金会之外,她还投资了不少物业,靠收督每个月也赚不少钱。 李立军现在资产远超过二十亿,不过她生活节俭,出门在外打扮低调,一双儿女也受她影响,虽然出生在单亲家庭,而且是标注的富二代,但是他们不教气能吃苦,李立军的教育很是成功啊。 李立军 李立军